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个一万件物品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好 表不起我们买一件两件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哦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首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画图 画图 好 选到数量 然后插入 插入 对了 数量还是要先从最小最大值来去做比较 所以最小值是1最大值是14 就不要排序了 你这边不就是直接看到了吗 最小值跟最大值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画的就是频率了 频率 次数统计 英文叫Histogram Kistogram 好 插入里面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2016版以后 它就出现这个 这个长条图 长条图 你看 它是不是就直接画出来频率 一件的 就是到超市里面买东西 可能买两件 这是1.72到2.08 就是买两件居多 好 我想这样应该大概就可以了解 大概就可以了解 好 那有没有买零件的 没有 没有 那最多最多有13.96到14.32 那就是买14件 有几笔 好 如果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几笔 那个数量 其实 因为这个是统计图 你可以点它 然后再格式 在设计里面 那你看一下 因为我建议你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你就用既有的 例如说 这个不就可以直接呈现那个数量 所以它这边是说 那个买14件的有39 好了 其实我